每當需要翻拍文件或證件的時候 各種反光總是需要靠角度喬來喬去 努力規避 所以 一般在翻拍的時候 我們會打兩盞燈 透過左右同角度的光線 來讓文件被平均打亮 但如果今天是翻拍硬幣呢 這種本身就是反光面 又有豐富紋理的東西 怎麼打好像都有點平淡 不然就是輪廓亮 可是中間黑掉 有沒有什麼可以讓硬幣的圖樣細節完整呈現 又能兼具良好光影的方式呢? 這時候你需要一塊單面鏡 攝影棚裡最容易取得單面鏡的方式 就是使用讀稿機了 讀稿機是透過單面反射鏡 將想要投放的稿子反射到講者的眼前 鏡子的另一面可以讓光線透過去 使相機可以拍到玻璃對側的畫面 稿子跟鏡頭的位置重疊 講者的視線就會保持正對鏡頭 不會亂飄 一般我們打光 光線的反射角剛好進入相機的時候 會得到最佳的反光面 但若是要翻拍硬幣 因為相機跟硬幣完全垂直的關係 基本上很難打出正面 又有立體感的反光 將反光鏡裝到鏡頭前面之後 我們可以透過反射的方式 讓相機跟光線的角度重疊 達成照亮正面的目的 不過這時發光面積太大 硬幣輪廓清楚了 整體卻稍顯平淡 將平板燈換成點光源之後 光影的層次感更跳出來 但是細節的紋理及立體感 好像可以再更好 如果使用Skier Sunray E60 搭配成方的菲尼爾聚光鏡 可以打出非常豐富的細節 加上柔光片之後 光影的漸層也能很好地保留 立體感的過度滑順 呈現完整 最重要的是 NG的體積小 在操作及調整的方便性也很高 以上就是硬幣翻拍的小技巧 良好的光影紀錄 不管是收藏、保存 還是作為研究資料都非常重要 有任何問題也都可以留言 來電或是親自到 限時服務中心詢問我們喔